台中美法品牌办公室跳脱一人一味的制式商工格局 透过多层平台创造灵活的座椅与台面 打造更自在的工作空间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我们会先解析此空间对于办公座位重新诠释的手法 接着介绍弹性开放的会议区与行政空间 最后描绘如何将收纳空间藏于无形 以山丘为概念透过层叠设计创造不同高度阶梯 跳脱一人一座的限制 透过活动板块活化空间 让上课、开会以及短暂业务用途的空间更弹性 传统的柜台被中导取代 中导结合4米长桌板创造弹性办公与会议空间 与山丘座位无阻隔 让员工能随需求挑选工作区 床形空间里设计活动门提升空间应用性 折门后方可储藏桌椅 敞开后更是弹性教学空间 白色柜层取代单调隔间 陈列各式美法商品 中央平台上先设计能储藏大量备品 重点创意设计郑明辉总监 透过设计活化空间 重新定义了未来办公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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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